香港大浦区一带的海域最近出现了罕见的蓝眼泪这样的奇景 你看整片的荧光蓝这样的海景声明大噪 游客也争相目睹想要打卡拍照 但是其实看起来很美丽的蓝眼泪 是因为海洋生态被破坏才产生的 游客为了现在要看蓝眼泪真的是不择手段 那么可以说是造成了当地生态的二度伤害 一片漆黑的海岸上随着浪花竟激起闪闪蓝光 就是这样神秘的蓝眼泪景象 让香港大浦区的这片海域瞬间成为游客聚集的热门景点 但这片罕见的奇景其实是因为当地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可能是污染或是水温升高 才会出现这种含有荧光素的夜光枣 想抢堵蓝眼泪的民众却为了激起涟漪 不停往海水中丢石头甚至是垃圾 更有游客为了拍摄照片 在海面燃烧钢丝绒制作光影 引发网友踏乏 除了当地生态遭到严重的二度污染 络伊不觉得游客不仅造成当地交通堵塞 更常在三更半夜吵到附近居民无法入睡 观光乱象让居民不堪其扰 气到一度封锁海滩 现在他们只希望游客能高抬贵手 让这片荧光蓝海恢复宁静 记者这么报道